郑文 爸爸改了我的高考志愿 要总分710分的我去读二本免费师范 只因姐姐给黄毛生了孩子 我留在本地好照顾他们 我没有哭闹 反而背起行李 爸 姐姐现在需要钱给外甥女买奶粉 我现在就经常打工赚钱 让她放心地让我离开了家 而我在离开家的路上 打开了我的清华自招录取通知书 这一世没有我的血腥 你们会过得怎么样呢 一 一睁眼 想象中的剧痛没有向我袭来 我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房间 又看了看墙上的日历 我确定 我重生了 上一世 姐姐窃取了我的小说 一跃成为男品网站的顶级美女作家 所有的光环都笼罩在她身上 名利双收 而我却阴开其他马甲写文 拖慢了更新速度 被她扒出身份 引导舆论说我抄袭 让她的粉丝网报我抑郁致死 日历被风吹动一个角 上一世所有不好的记忆涌来 我看着桌子上的数学试卷 勾起唇角 姐姐 这一世你别想再夺走我的人生 苍风 我的作业怎么还没写完 才下楼 一本厚厚的字典 静止向我的鼻梁砸来 我猝不及防地被砸 抹了一下鼻子渗出的血 没有像上一世一样反驳 而是笑吟吟地拿起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多出来的卷子 马上去写 马上去写 翻了翻手上三份 一模一样的历史试卷 我知道 苍云还和之前一样 和一群混混在一起 而我 则一直都是他们写作业的工具人 上一世 我为此甚至练出了五种不同的笔记 只因姐姐被老师怀疑 被混混欺负 她满意地吹了吹钢做好的指甲 对了 你上次考试 你比之前低了三分 我差点就不是年级第一了 你下次要是还考不好 你的房间就别想要了 没错 我和苍云是双胞胎 为了在大家眼里有个好印象 她一直让我和她考试时互换姓名 之前那次月考失误 是因为考试前一天晚上 苍云和她的混混朋友们 酒驾飙车被抓 打电话让我把他们保释出来后 将我一个人扔在了大街上 被动得发高烧 带病考试 我乖巧地点点头后 上楼继续写着作业 街上一阵肆意张扬的摩托车 发动机声音响起 我拿着相机从窗口探出头 调了好久的角度 终于拍下了一张满意的照片 照片上苍云和一个黄毛在拥吻 她洁白的手臂上有一颗清晰的黑质 二 不像上一世一样反抗苍云后 我的生活平静了很多 放学后不会再被拉到厕所 也不会在小巷被人猛踢着肚子 少了她的干扰 我得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刷题上 成绩更上层楼 苍云站在主席台上 做着振奋人心的演讲 爸爸坐在我身边热泪盈眶 前些日子 清北的老师都来家里接触 开出的诱人的条件 希望苍云提前走其他路线入学 本来这妇女两个已经心动非常 但我适时地探出头 爸 姐的成绩这么好呢 还能再等等 国内不只有内地的好大学 香港那边也很不错 而且奖学金更丰厚呢 随后 我将早就准备好的夸张的其他大学 优待好学生的假新闻 推到了爸爸的微信上 他对这类新闻 一向深信不疑 任由清北两个招生老师 说得天花乱坠都不松口 老师走后 苍云不悦地皱眉 爸 人家刚刚多好的条件啊 那不是我女儿优秀 可以去更好的大学吗 说着 他点开关注的一堆育儿鸡娃公众号 开始跟苍云分析去香港读大学的好处 而我 悄悄追上了满脸失望的两个老师 拦住了他们 我姐姐不愿意来 要不要看看我 临近考试 校园里绝大部分地方的气氛 和窗外的缠鸣一样焦躁 而我所在的班级 是个特殊的存在 K哥划拳 情侣拥吻 空气中混着二手烟 浑浊得不像话 因为苍云的成绩 我一直都在这个吊车尾的班待着 上一试 因为反抗苍云的缘故 我一直被他的朋友们霸凌 但现在 我就是班里的透明人 安静地坐在垃圾桶旁 写着五三外壳下的傲数竞赛题 砰 一声巨响 从我身旁的门后传来 我探头一看 一个瘦弱的女孩子 被人围在了中间 围首的 正是苍云的好闺蜜 叶琳 你的卡怎么突然刷不了 没钱了吗 她往地上的女孩身上踹了几脚 语气不善 是你们消费的地方态 我爸把卡停掉了 女孩的声音细弱双手护着头 小心翼翼地回答 叶琳一把撩起她的头发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的错了 你没长嘴 不会向你爹解释吗 我看清了那个女孩的脸 好家伙 这不是我爸老板的女儿顾飞吗 没来得及思考 贴了一眼旁边的楼道 我声音紧张 金刚来了 叶姐快走 金刚是我们学校教导主任 听说此人学生时期 也当过一段时间混混 所以全学校就她能镇住这个班 叶琳一群人 一听见金刚的名号 就条件反射地往楼下跑了 我趁机拉起顾飞 带着她一路小跑到另一栋教学楼 她看清我的脸 震了一下 想甩开我的手 我拉回了她 拿出口袋里的窗壳贴 为她包扎伤口 别怕 我不是她 三 顾飞身上心伤蝶就伤 掀开衣服 都是青子一片 我跟她简单解释了 一下我和苍云的关系 她才松了一口气 小声地说了声谢谢 看着她怯生生的样子 我很奇怪 一般的大小姐 不该成为被霸凌的那方啊 后来我才想起 顾飞大小姐的身份 是我上辈子得知的 这位平日在学校 要多低调 有多低调 不知道是怎么被人盯上的 我心疼地给她上着药 你为什么不跟你爸爸说 你爸爸让几个人退学 不是男士吧 他挣了一下 转头问我 你怎么知道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真的不打算反抗吗 他垂下头 苦笑一声 父亲很忙的 这种小事不必打扰他 何况快高考了 我不想节外生枝 顾飞的性格太软弱了 我义正辞言 不行 你被他们欺负了 哪能不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可是但凡有一个老师知道 都会惊动父亲 我握着他的手 真诚地说 我可以被你相信 你相信我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 轻轻点头 然后 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顾飞的秘密补课老师 借着反正我考不上大学 不如利用课余时间去做终点工帮姐姐攒学费的借口 我和顾飞住到了一起 也正好能够更好的学习 顾飞他爹为了他能好好学习在离学校最近的别墅区买了个读栋 虽然离学校还是不近 却胜在安保好 还清静 他紧张地盯着屏幕 另一边的苍云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 小枫 万一他们不答应怎么办 我赚了赚笔 放心 他们一定会答应的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长期稳定的饭票呢 四 苍云果然同意了使用顾飞信用卡的额外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 如果有单笔超过500元的消费 都要找店家要发票并拍照 一开始 苍云并不同意 谈了一个满是脏话的语音条过来 最后质问顾飞 用一点钱还开发票 顾飞 不然报销不了的 这个卡走的是我爸的账 反正没有发票这张卡 等同费卡 这个月用了我爸下个月一定会停掉 并且附上了我PS顾飞和他爸的聊天记录 苍云为了白嫖 还是同意了 好 要是我这个月给了发票下个月卡用不了了你 给我小心点 周末一回家 我就看见苍云拎着新买的Miami包在客厅凹着姿势拍照 我看见那个包笑了笑 姐 我路过香奈儿专柜的时候 看见里面心上的一款包 特别好看 特别适合你 他翻了一个白眼 用香奈儿的不一定是真千金 但用Miami的家里一定不差 懂不懂啊 土狗 我瞄了一眼这个妈妈陪嫁的20世纪来的老富士 心中冷笑 点开了朋友圈 可是 叶琳姐的上身效果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哎 什么 这个贱人 姐姐抢过我的手机 看着叶琳炫耀的那条朋友圈 点赞的评论都比她多 哎 不过也是 都怪学校抠门 这么多年的奖学金 可能也就够姐姐买这个 麦米贝 是我没用 苍云没有理会我的话 哼 发朋友圈 还敢屏蔽我 第二天 我就看见 背着香奈儿来我家的叶琳和苍云吵了起来 学人精 谁给你看的我朋友圈 哎 可惜呀 费这么大功夫 才拿到一个普通款 我这可是限量皮 苍云拎着刚从专柜提出来的包 一脸炫耀 随后不知道是谁点燃了战火 两个人开始打起来 顾飞给我发来一张图片 上面是叶琳要求 她下个星期 带一只爱马仕来给她 我勾纯 把图片导入到了移动硬盘里 晚上下楼洗漱 我还是被沙发上的购物袋惊住了 五 看来是苍云为了泄愤报复性 消费了一堆名牌包包 我假装担心 姐 爸爸存的钱 是为了给你上大学的 她冷哼一声 虽然苍云不聪明 但是她也没有傻到 让我知道 她在敲诈顾飞的事情 你没看见那些大学 是怎么讨好我的吗 这是爸爸给我的钱 我爱怎么花怎么花 而顾飞明显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早知道用钱能解决 我就不会平白无故 受这么多打扰了 我扯了扯嘴角 好吧 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 顾飞不在乎钱 我可在乎 我仔细地存着 苍云和叶琳勒索顾飞的证据 现在他们不知道 这些礼物 暗中早就标好了价格 苍云发现顾飞的卡只要提供了发票 就几乎可以无上线消费后 他也不在家里住了 而顾飞的卡上多了一笔长期的酒店消费记录 不过爸爸因为工作也长期不在家 所以没有其他人发现 苍云也住出去了 外卖的记录也多了 大多数时候都是双人的 我知道 他这是和他那黄毛男友住在了一起 说来真的和小说一样 苍云和他的男朋友属于一堆男混混和女混混的配评文学 当时一堆人谈着玩 没想过当真的那种 结果苍云还真和他看对眼了 两个人谈了这么久 也没说分手 后来那黄毛不想上学 就去汽修店当了洗车小弟 时不时骑着个改造鬼火来找苍云 苍云不在家 受到的打扰就更少了 埋头在体海中 几乎摒弃了一切外界打扰 越临近高考 天气越热 有一天下课我正在当着透明人写着题 苍云的班主任突然来门口找我 他问我 你姐姐最近在家干什么 怎么整天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问他也不说 那个严肃的中年女老师抿了一口茶 快要高考了 她是我们学校的状元根苗 这样可不行 上辈子 这个时间段 苍云的精神状态也不好 老师来问我时 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 但因为担心 苍云还是说出了 她的真实生活状态 让她差点捂不住自己的秘密 导致她记恨我 毁了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名校面试 这次面对老师 我还是露出一副担忧的样子 老师 是姐姐最近学习得太刻苦了 我经常起夜的时候 还看见她房间的灯亮着 可能是学得太累了 我劝她放松些也没用 她说 不能丢了老师们的脸 老师听罢 一脸欣慰 让我去教室把苍云叫过来 到教室时 苍云果然一副睡不醒的样子 桌子上还放着一堆零食 还有调理身体的汤药 六 看见是我替老师来叫她 她看向我的眼神 立刻带了阴毒警告的意味 不过从办公室出来时 她明显松了一口气 警告我 你要是敢在老师面前说漏一句嘴 我要你好看 我皮笑肉不笑 怎么会呢姐 你可是我们的骄傲 打起精神来 高考加油哦 她看着办公室门口张贴的排行榜 似乎真的把位居榜首的那个人 当成了自己 那是一定 我一定会金榜提名 最后一次模拟 苍云成绩勉勉强强 构上了二本的线 也是 在那种尖子般演尖子声 演着演着 成绩还是和她那群朋友一样 那才奇怪 我的分数 第一次突破了七百 顾飞也有了很大进步 她是艺术生 如果高考能保持这种水平 很够用了 我爹开心的不行 回到家 给了苍云一个厚厚的红包 她热泪盈眶地握着苍云的手 我老苍家 也是祖坟冒青烟 才能出小云这个状元 苍云得意地挑着眉 爸爸看向我 小枫你也很不错 能上二本了哈 爸爸给你打听好了 以后就读我们本地这个师范 不要钱 然后平时去做做家教啊什么的 你姐万一去香港读书 也可以补贴补贴家里 我洋装懂事地点点头 那当然 姐你就安心读书 我和爸爸会挣钱呢 就是就是 你且安心上学呢 爸爸慈爱地看着她这个时间了 千万不要担心长胖不好看啊 胖也是爸爸的小公主 苍云的脸黑了一瞬 等爸爸走 我假装担忧地看着她胖到 已经有点肿胀的脸 姐 胖是没关系 但是万一考场的其他人认识我们呢 高考可是要刷脸看身份证的 考点就在我们学校 周围坐着的很可能是自己的同学 她和我体型差太大 很容易露线 而我从来都是不易胖的体质 怎么吃都吃不成她这种 被其他因素影响成这样的体型 苍云咬咬牙 你别管 给我好好复习就是 她果然开始结识 变得更没精力 甚至直接在课堂上睡着了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她以在家状态更好为由 申请了在家自学 说是在家自学 实际上是方便了她在酒店和男朋友 轻轻握握 反正她自己都相信了 她一定会被名校抢着要 甚至可以拿到公费留 学的资格 一辈子都被天才少女的光环笼罩 顾飞却担心地看着我 小枫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没必要这样做 这种虫子的毒性 我担心你 我小心翼翼地捧着手上的小沙龙 没事的 不然万一 我的名字信息 同时出现在两张试卷上 我的麻烦更大 付费点 第二天 我们需要进行人脸信息采集 今年我们学校为了高考新安装 了一套认证系统 由于敏感度较高 为了防止学生体重变化 导致面容变化 所以安排 到了高考前夕 录入高三年级的信息 身边有同学吐槽 还不是抠门 现在都是识别瞳孔的系统了 还靠 脸不特征呢 苍云所在的尖字斑鼻我们掀出来 看着他已经恢复轻瘦的脸 我内 心泽泽 果真是下了血本 他这种毅力 要是放在学习上 估计也不会差 可惜可惜 心术不正 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高是二班苍峰 很快喊到了我的名字 我坐在凳子上 窗边一阵风吹来 我洋装眼睛近东西 无视后面同学的催促 使劲揉着眼睛 暗暗把纱布包裹着的小虫子 拍死在了自己脸上 热辣的触感袭来 我尖叫着大喊 老师 老师 有东西在我脸正负 倔 拍照的年轻老师慌了神 同学 你怎么了 老师 我的脸疼 你先让其他同学拍可以吗 我慌乱地摸索着起身 平日我在班级透明 没有一个同学过来搀扶 我 不知地上有什么东西 我背绊了一下 脸就被铁门的边框划了衣 结 伤口很深 门上鲜血淋漓 赶来的班主任 连忙把我送到了医院 苍峰啊 不是我想说你 都快高考了 脸上又是隐翅虫提炎又是 巴得你 这个人脸识别怎么过 办公室内 班主任服额肩我 我满脸泪水 语气里满是后悔 老师能等考试安排出来后和兼考 老师打声招呼吗 其实内心已经稳得不行 这次我终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完成高考了 从医院处理好出来后 苍云就崩溃了 我被他堵在墙角 可怜兮兮 姐 要不你也在脸上弄一道 苍云狠狠甩了我两记耳光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现在是不是想要字 挤给自己考试 我流着泪 给他看手上的针孔 姐姐你错怪我了 谁想无缘无故吃这 么大一堆药 还白挨破伤风呢 姐姐你要是心急 要不你也把你的脸 变成我这样吧 我假作天真的对他说 我们这么想 你的脸受伤 应该也和我医 呀 我现在可不能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 他神色癫狂 下意识地指 这自己的肚子 可能察觉到不对 他连忙整理着表情改口 高考前吃这么多药 不 知道会不会影响考试 我顺着他的话 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对呀 那怎么办 许是病急乱投医 他把我带到了美容医院 可是就算通过医美手段 修复我的脸 也要一个月起步 离高考 可只剩两周 再发现各种方法 都不可以挽救回我的脸后 苍云崩溃了 他拿出重度抑郁的诊断证明 哭着跟老师说自己的状态 参加不了今 年的高考 提前报名了复读 威胁我今年不许考高分后 心安理得的开始摆烂 顾飞的信用卡上 多一笔月子中心的预定记录 他很诧异 小峰 我很平静 不用太关心他 我们好好备考 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 我很平静 也很开心 在我的高中生涯里 终于有一次考试 是为了我自己了 回到家 苍云阴郁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唇角上扬的我 冷笑了一声 怎么样 你不会偷偷答题了 然后准备离开这里了吧 不会的姐姐 我会和你一起复读的 我的目光一到了 他大的已经 很明显的肚子上 苍云察觉到了我的目光 看什么看 还不快点把饭做了 把家里卫生 搞了 参加了个高考 真把自己当成东西了 实际上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试着联系 当初来家里的那两个老师 说 他后悔了 希望可以入读 而那两个老师 早就知道了真相 把他和爸爸的联系方式 全部拉黑了 通过自招考试的那天 招生老师拍拍我的肩膀 艺术来自生活 苍 封同学 恭喜你 我淡淡地笑了一下 如果他们知道 我是重生的 估计会觉得艺术更 上层楼 许是为了防止 我实际参加了高考 半路逃跑 苍云退掉了酒店 一 只在家守着我 我也顺着他 反正 结局已经无可更改 演戏演到底也没什么 爸爸倒是很为苍云着急 甚至都买了机票 去北京找招生办 可是仍 无济于事 苍云听见他自责的话 只会暴躁地在家砸东西 都怪你 都怪你 要 我去什么香港 害得我还要多待在这破地方 整整一年 他整个人变得敏感 暴躁 甚至他那小男友 都压制不住他 高考出分的那一天 他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 手臂还住我的脖子 苍丰 要是你超过了三百分 他的指关节骤然缩紧 我笑了一声 按下了回车键 苍云看着页面一片空白 才满意地把手从我脖子上挪开 这才对啊 天才说的 永远是我苍云 你苍丰永远都是我的陪衬 他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听见门铃响起 心情难得好的去 打开了门 迎面而来的摄像机 却让苍云待在了原地 适才中学的校长 春风满面地对着摄像机 生情并茂 这就是我们省状 原的家 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们的状元 就是在这种略显艰苦的环境 下被培养出来的 苍云面对摄像机 整理了一下着装 语气带着些羞涩 没有了校长 我觉得我家很好 校长笑呵呵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要谦虚了苍同学 藏桌藏得这么 深 真把我们给吓一跳啊 苍云显然不知道 藏桌是什么意思 只当校长正在夸他 哪有 感谢 校领导对我的关心 不过 我今年不是没参加高考吗 这是提前来我 加拍纪录片庆祝吗 校长的表情 产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 那要记录我复读这一年的成长吧 是不是摄像团队还得去学校跟拍 会不会影响到各位同学的学习 苍云撩了撩耳后的头发 校长 其实我自己在家自学 也是可以的 这样拍摄工作可能方便一点 校长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苍云同学 你妹妹呢 她 今年高考刚查完成绩呢 结果页面一片空白 苍云换上了衣 负不屑的表情 觉得丢脸 正在房间伤心呢 苍云顺手给校长指了指我房间的位置 校长眼睛一亮 挥了挥手 招呼摄影师和记者上了楼 哎哟 苍云同学 你真是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校董特意赞助了你的 庆功宴 你们整个年级的同学都可以来参加 你千万记得来哈 校长红光满面 激动地和我握手 等苍云从蒙圈的状态缓回来赶上楼 十 拍摄工作已经结束 校长叹着气拍着苍云的肩膀 没事的 苍云同学 你有个这么优秀的妹妹 再来一年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的 苍云还是很猛 校长 他的成绩不是差的都显示不出来了吗 哟 你这孩子 在家呆糊涂了吧 全省前五十才不显示成绩 苍 丰同学可是状元 校长咧着快到耳根的嘴正准备走 我坐在椅子上 冷漠地看着看起来已经要碎掉了的苍云 他脸色刷得一下变得通红 固步的外人还没彻底走掉 像个从地狱里爬上来的恶鬼一样 恶狠狠地朝我扑来 你这个贱人 我不是说过让你不许考试吗 好啊 你还真敢答题 看我今天怎么撕烂你的嘴 我瞥了一眼 他已经开始流血地下体 钳制住了他因为节食至今还须 弱着的手臂 姐姐 我记得你最爱出风头了 我对着他甜甜一笑 声音金黄湿 错 校长 校长叔叔别走啊 我姐姐 我姐姐流血了 苍云怀孕的消息再也瞒不住 爸爸匆忙地赶到医院时 苍云正在输着夜 他似乎不能接受自己心中这么完美的一个女儿 未婚先孕 落上了步 好的名声 看见爸爸回来 苍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爸 都是苍疯害我 是苍 疯害我 对上我爸怀疑的眼神时 我怯怯地低下了头 不是我 我只是正常 参加了高考 没想过会成省状元 特意加中了省状元三个字的读音 苍云听见 立马喘不过来气 爸爸垂着头 看不真切脸上的表情 孩子谁的 苍云流了一脸眼泪 咬着嘴唇不说话 看向我的眼神里 满是怨毒 自从爸爸回来 病房里少了苍云对我的咒骂 他开始像个贞洁猎女一样 寻死觅活 任凭爸爸和老师如何追问孩子 父亲 他永远咬着嘴唇 一言不发 直到一篇文章 开始在网络上火爆 标题是 恶毒妹妹为高考夺魁 故农民工幼奸学霸姐姐 顾飞翻着评论区 拿起了电话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爸爸 让他压下 去 不必 现在赶快去打印信用卡消费的证据吧 我拦住了顾飞 对他很无所谓的一笑 既然苍云自己撞上来 要作死 那让他死得更彻底一点 我的个人信息 很快就被人肉 每天都有无数个骚扰电话打进来 干脆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安心地在顾飞的住处 和他一起整理证据 爸爸也相信 是我害了苍云 每日在媒体镜头前控诉我 顾飞看新闻时 愣了一下 这不是父亲的司机吗 我乐得简直要鼓掌了 好啊 这父女俩 怕是一辈子都要给顾飞家打 公 苍云妹妹 你冷静 别想不开啊 对啊 正义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你现在结束生命 是便宜了那群 坏人 苍云站在了医院的顶楼上 脸色苍白 头发凌乱 他声音虚弱 可我已经没有什么 活下去的理由了 他躲得这么好 我要去哪里申冤呢 我大咧咧地 从顾家的车上走了下来 姐姐 谁说我要躲了 群众看见我出现 情绪被点燃 咒骂声此起彼伏 苍云更是激动地 几乎要跳下去 我知道 他不敢 他还没把我毁了 怎么会想先结束自己 我这个姐姐 从来都是这样 沐浴在所有的爱里 并把一切当作理所应 得 上辈子 我觉得 他就像天生的气韵之子 无论怎样的局面 于他而言 都是有利的 可是那气韵是我的 我现在就要夺回来 姐姐 你说 是我找的人 让你怀孕了 对吗 那你说说 这些产检消费 和预定的月子中心 也是我在逼你的咯 苍云的脸色 积一下惨白 消防员和医生 趁机把他拉了回来 顾飞拿着打印好的消费记录 给周围的群众传阅 苍云看见顾飞出来 尖叫一声 你们早就打算好了 打算好了对不对 是你自己霸凌勒索我 我只是实事求是而已 怎么会知道 你除了霸凌同学还会敢造谣呢 顾飞很平静地说 周遭瞬间安静下来 我的天 反转来得这么快 话说苍云不是说他是学霸吗 你傻 他和他妹妹是双胞胎 高考都可以互相替考的那种 苍云还在垂死挣扎 你怎么知道霸凌你的人是我 苍峰可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我亮出他和黄毛拥吻的照片 模糊的像素 显示他手臂上那颗清晰的 黑纸 姐姐 手臂上可没有长枝哦 顾飞也拿出一段 苍云和叶林霸凌她的录像 此刻手臂上的黑质成了 苍云的污点 苍云的瞳孔缩了缩 沉默半赏 突然大笑起来 我手臂上哪有黑 质 哪有 他挽起袖子 使劲地搓着手臂 哪怕顶楼的风 把他皮肤吹得通红 消防员和医生看他的行为 似乎已经不能自控 连忙把他抱回了衣 怨 苍峰 苍峰 明天你把黑质给我点上 对 和我一样的那颗 来吃瓜的群众都惊掉了下巴 我去 听他这语气 平时应该没少欺负他妹妹 颠颇 刚刚照片上 不是还在跟黄毛亲嘴吗 和黄毛过去别祸害妹 妹和同学 经此一意 爸爸丢掉了工作 顾飞父亲震怒 但念在我爸在他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 只是把他在 圈子里封杀 爸爸 再也不能找到正经工作 叶灵也被牵连出来 听说判了小几年 父母拿钱捞也没出来 苍云还怀着孕 且任由别人怎么劝说 都不愿意打胎 基于人道主义 还在缓刑期 未入狱 被爸爸和黄毛 不知道藏在哪了 黄毛叫肖子游 其间还来过我家几次 他的行为还很幼稚 时不时半夜 骑着摩托 朝我窗户扔石头 顾飞本来要我和他一起住 但爸爸把我所有证件都扣住了 我没法 去报到上学 为了取回证件 我还需要在家周旋一段时间 爸爸就算知道 苍云的为人 对他还是无限宠溺 没了工作 他便在家 李每天坐着一些手工活 时不时不忘对我嘲讽几句 害死了自己妈妈 又害了自己姐姐 我这 个状元还真让祖坟冒清烟 真是可笑 到现在他还是把母亲的死怪在我头上 母亲是死在产房里的 当年他大出血难产 因为先出生的是个女 嗨 爸爸和奶奶想着再赌一把 可是由于孕期营养太充足 我和姐姐的体型都过大 外婆外公都被 叔叔们在外拖着 又没有家属签字同意 剖工产 妈妈是活活地被拖死的 爸爸一直不愿承认 妈妈是因为他们而死 所以一直把这个错归在了 晚出生的我的身上 而愧疚则让他十分疼爱 先出生的苍云 所以就算苍云惹上了牢狱 他还是对我说 你和你姐姐是一母同胞的姐妹 你姐姐哪哪都不如 你 等你脸好了 能不能代替他进去 你尚且还有在社会生存的底气 可他呢 我听见这种话 总是在一边沉默不语 头微微地点动 似乎给了他一 献希望 开始打苦情牌 单亲父亲 带着两个女儿 有多么不容易 可是生活在一个 还不如孤儿院的家 被自己的亲姐亲爹 绑架着我就容 一马 苍云的孩子 很快生了下来 算起来 还在高三的时候 月份就已经很 大了 他真是费了很多心思 把肚子藏起来 他孩子的生日正好是填报志愿的那天 由于顾飞父亲出面表示一定会厌取DNA再让苍云入狱 所以我爸让 我替他的想法彻底破碎了 他站在我身边 对着电脑屏幕指着点点 就和以前说的一样 报尸 饭 到时候好给你姐送饭 然后接点家教 我外孙女还要奶粉钱 我任由他勾上了本地吃饭这个志愿 一键点了提交 他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爽快 两只小眼睛死死盯着我 你是不是有其他花招 我笑了笑 爸 这可是最严谨的系统 我都交上去了 能怎么样 再苦也不能苦孩子不是 孩子可是无辜的 我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 现在我读大学的事情尘埃落定了 但是姐 姐那边应该用钱的地方很多吧 她听见姐姐两个字就无奈地揉了揉眉头 肖子游就是在汽修厂干 活 一个月工资不过三四千 而父亲现在的状态等同于失业 每天做的那些手工活也就够个买菜 钱 要供苍云还不能把我饿死 这样 暑假还有差不多两个月呢 我买票去深圳找我同学一起进 常打工吧 听见我的话 她猛然抬头 小云说 不能放你走 你万一不回来了 怎么办 我无奈地笑笑 爸 我寒窗十年就为了考上大学 志愿填报你也看 见了 师范离家 不过半小时的路 等开学你还怕找不到吗 她脸上浮现出犹豫的神色 我又继续说 我也不想我们这个家散 了 姐姐的孩子奶粉尿布都要花钱 以你们现在的能力承担得起 妈 我进场打两个月工 再加加班 能有差不多一万块钱 这样能让 姐姐好过一些吧 当天晚上 我就整理好了行李 买了一张最早的火车票 离开了家 到了火车站 爸爸才彻底打消了怀疑 背着手回了家 而他估计 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坐上的火车 不是南下的 而是去北京 的 在绿皮火车 狭小的卧铺上 我从发黄的背包里 拿出了我的清华自招 录取通知书 在那一刻我才觉得 我的人生终于归位 到了北京 我用考上清华的奖学金 先换了一张电话卡 买了一部新手 机 学校知道 我的情况 给我办理了提前入住 有了下脚的地方 虽然奖学金 可以供应学费 和一段时间的生活 可谓了 能长久的生 存 我打开了那个 有着青色字迹的笔记本 那里面的文字 被很多人称为 梦开始的地方 上辈子 苍云就是靠这本小说 让云破风这个笔名 成为网文界的 传奇 而逍遥游记所衍生的 IP让他高枕无忧了一辈子 没有人知道 敲键盘构思剧情码字的 其实是我 逍遥游记 其实是我的孩子 反而 我后来用自己的马甲 开了一本新闻 被苍云发现 做了一个拙劣 的调色盘 便被读者和网友网报 承受不了压力 跳楼而死 不过如果没有他们的不知廉耻 我也不会迎来心声 就这样 我白天去餐厅端盘子传菜 晚上窝在宿舍马字 上辈子 我在逍遥游记上花了很多心血 里面的字字句句我都明 记在心 当一个个字符 从键盘上 重新被敲出来 然后 在网站上 以我的笔名发 表示 我有想哭的冲动 因为不但我重生了 我的孩子也涅槃了 这次 他不像前世那般 一夜爆火 而是慢慢积累了一批读者 直到推文的网站 也能经常看见他的名字 我有了一种 无家有女出掌 成的成就感 学习和收入 都慢慢地稳定 一切都好像朝着 我西记的方向发展 直到逍遥游记 快出版的那段时间 命运的齿轮再一次转动 逍遥游记 是部连载的长篇小说 所以 在未完结的时候 就有出版 上来找我谈版权问题 然而在出版社宣布 和我达成合作的那条微博底下 风向却不似从 前 逍遥游记 到底是不是抄袭啊 能不能让龙卷风回复一下 啊啊啊啊 我的白月光 不可能是偷的别人家的孩子 风大和出版 社爸爸能不能快点 把这个造谣的人 和网站告了行不行 有粉丝贴出了一个论坛 我点进去一看 浑身血液瞬间冰凉 一个匿名的小号 两个月前 就在更新逍遥游记 前每张的发布时间 都比我早 看着里面情节 甚至连标点符号 都一模一样的章节 除了苍云野重 生了外 没有第二种可能 随着微博热度不断增高 网上的讨论 也越来越离谱 有说那个匿名小号 是穿越而来的 也有说 那可能是我自己开的号面 非发福利的 我趁着这个空当囤着稿 这些年 我因为手速快坑停好 风亭一直都很不错 果然半个月之后 苍云坐不住了 他在最大的小说论坛 里面用云破风这个 ID发了一篇长达万字的 投诉帖子 舆论请客之间 向他那面倾倒 他选择对我最不利的时候 开了直播 在直播中他抹着眼泪 对我而言 小说就像我的孩子 本来对于亲妹 妹把他偷走我已经释怀了 可是他答应过 我会一直免费连载下去 我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孩子 怎么能染上铜臭味 听到这句话 坐在电脑前的 我喷了一口水 他脸皮真是厚到 能说出这种话 前世逍遥游记 都被他卖给 以魔改著称的电视剧导演了 现在说 看不得孩子沾染铜臭味 我看是见不得自己 从神坛上跌落 见不得我有钱而已 这场直播后 网络上对我的骂声更大了 连带着和我关系密切的圈 那作者也被举报到账号一场 甚至有技术宅开了我的盒 时不时 还有同校的同学 来我宿舍门口送花圈 而我 还是囤着稿子 静静地看苍云演戏 他利用网友的同情 开着募捐 颠倒这些年的黑白 努力把自己描述 成上辈子的天才学霸美女网文大手 时不时发一些酸鸡鸡 一看就没什么水平的随笔 网友的情绪正在头上 压根看不出来他的水平 只是一个劲的心疼 他 讨伤我这个偷走清洁人生的小偷 显然重生的苍云 也有些上辈子积累的头脑 他故意在餐厅偶遇我 现在你已经急得不知所措了吧 我装作一副无奈的样子 沉默着 等我把逍遥游记的大结局 和调色盘写出来 你的人生就会判 最后的死刑 苍峰 你就等着看吧 你的努力 应该只用再做我的嫁衣这件事情 上 你永远都该活在我的阴影里 永远 我和他的庭审被全程直播 苍云站在原告席上 一脸的志在必得 法官清了清嗓子 看着手上的材料 被告 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 你可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勾了勾纯 法官 我要求第三方机构 鉴定这个本子上的字迹和实 兼 律师递给了法官一个发黄的本子 苍云嘲讽地笑了笑 什么乱七八糟的证据 也递上去 不是在浪费时 尖吗 随后 摄像头对准了本子上的内容 苍云的指甲 瞬间掐进了肉里 上面 是我中学时期 对逍遥游记的整体构思 还有手写的前面的 一些章节 果然 这个本子在你这里 你这个小偷 苍云整个人演技爆发 当庭哭着想向我扑来 法官连忙整顿了秩序 把本子放进密封袋里 法官 这是我的本子 我有权将它要回来 苍云想摆脱身上的钱 智 把本子夺回自己手中 上一试 苍云是偶然看见我存在手机 备忘录里面的小部分出稿 想 要发在网上 让人嘲弄 逍遥游记 才被人看见 然后一夜爆火 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故事 是我中学时期 最苦闷的时候的精神寄托 是被我小心翼翼俱剧斟酌写成手稿珍藏的存在 命运将他前世永远成功的灵魂安放到现在失败的躯体上 他傲慢地想和前世一样轻而易举地毁掉我 却没想到现在的我已经成长到早已不再是他成功背后的影子 我知道他的结局 他的走向 我才是他真正的作者 苍云激动地扭曲着 法官 再给我三天 我一定会把结局给大家写 出来的 我微微一笑 对着正在直播的摄像机 我现在就已经把稿子写得差 不多了 各位 我们周末晚上更新的时间见 在等待的鉴定结果时间里 苍云还在垂死挣扎 他拉着他的女儿和父亲一起打感情牌 苍峰 我们还是一家人啊 诺诺他还这么小 爸爸又年纪大了 要不是你一声不吭地从家里离开 我怎么会想到这个办法呢 你现在成功了 家人对你来说就是负担了吗 我觉得他说这句话很好笑 上一世他拿到巨额版权费后 为了怕事 情报路把我关在阁楼里 几乎与世隔绝 而他口中的好父亲 早早地就被他打发到了农村养老院 社区怎么调 姐他都不愿意赡养 到底就是我嫌弃他和父亲 要拿道德绑架我 你怀孕是我让你怀的吗 怎么还我有责任要养了 小峰 你姐姐现在很困难 当初要不是你难产 害死了你妈妈 我 我们这个家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几年不见 爸爸已经是满头白发 颤颤巍巍地想拉住我的手 我不动声色地避开 现在又来岁月史书说 妈妈是我害死的对吧 苍剑林 我和苍云是双胞胎 要不是你们不懂科学孕期胡乱逼我 妈吃东西 我和她可能会发育过大吗 要不是你们嫌弃剖腹多花钱不签字 妈妈能被耗死吗 那可是整整六个小时啊 你们站在门口听她求饶的声音 听得很爽 妈 我冷笑着说 可能因为情绪上头表情过于扭曲 把诺诺吓哭了 我才没害死我妈 这个锅我背了二十几年了 信不信我急了把你 门都砸死 苍剑林见我表情不对 连忙把苍云拉走了 之后虽然一直在打温情牌 但我申请了警察介入 不了了之 鉴定结果出来 苍云也彻底没有了精力 因为诽谤再次入狱 上辈子孝子游 因为自己是软饭男 对他很是关爱 但这一世 他的光环消失后 肖子游渐渐不耐烦 结婚后更是频繁地 家暴他 对现在的苍云来说 监狱是比家更好的去处 苍剑林则求着老东家 给了他一个保洁的活 见过我发疯之后 他的 良心似乎复位了 肖子游不要诺诺 他便带着诺诺 虽然生活辛苦 但留在家乡也还 算过得去 苍云入狱那天 他背着诺诺来见我 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 这一切 都是我的错 要是当年你妈妈没有死 也许事情不会这样 主动地和我断了妇女关系 一个人带着外孙女 等着苍云出狱 我把逍遥游记 后续一口气放出来后 整个人都松了下来 看着他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我欣慰得不行 这一世我只卖掉了他的出版权 毕竟人嘛 还是要生活 我只想躺 停 和已经成为知名漫画家 同样也只想躺停的温柔大小姐顾飞两个人 缩在一座小城里隐居 偶尔旅旅游 看看其他风景 还在网站开了个治愈系新坑 我负责写 他负责话 再次听见苍云的消息 我唏嘘了很久 他出狱后 或许是精神受到了打击 把一切的错误都归结在了溺爱 他的父亲和萧紫游身上 把他们谋杀后 自己带着孩子在家自焚 孩子是就出来了 现在被爱心夫妇收养了 苍云却被烧成了一把灰 顾飞担心 我会因此受到影响 我却摇摇头 这时间因果轮回 我也只是看客 何况我现在手拿的可是大女主剧本 还有更灿烂的天地等着我去开 拓呢